大众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世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大众请放着 这个有声音吗 声音很大 好 今天也是华言法会 华言经 大家都知道 是佛门的富贵 但是虽然都知道 是佛门的富贵 但是却不知道 这个富贵 其实都在 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起心动念当前 因为既然说是佛门 佛这个字就讲到大觉 就讲到你的根本的觉体 你日常生活都在用这个觉照 都是在这个觉照之中 念念出入的 出入二相 就叫做门 门友出入相 所以我记得上一次已经讲过 你绝对找不到 有一念 有一法 能离开过 如是大觉的 但是在这个大觉之中 随缘为一切众生 所成就的一切念头 一切法时 我们却甘心 只是随着感受的流转 而不肯认它根本的觉体 所以那叫做可怜 因为你只要是认的是感受 感受是希望的 在感受上的 所有一切事例 那你是自然就变成了 种种不自在 一定要随感受流转 虽然我们过去 好像在这一个角度上 几乎每一个世子 都有所体会 都有所思维 知道感受是不自在的 但是却不肯去体会 其实那个不自在的感受 现前处 就是根本你的觉体嘛 你要是站在感受上面 体会出 它原来就是你根本的觉体 那你在看到感受时 虽然它会现出 种种差别的作用 但是你站在觉体上 看这些差别的作用 它不过就是 大觉心体随缘地 处处划颜而已 处处安部跟庄颜而已 就好像你在静体之前 你明明知道是静体时 你再看到静色的安部 你当然就能够体会得出 任其千变万化 其实就是一个静体的 种种庄颜而已 但是就是在这个庄颜 跟如是的本来的这个庄颜 它其实就在那一点上 你看对了 它就是你心中根本大觉的安部 叫佛华颜 你看错了 就在佛华颜 现出种种庄颜处 你却躲在种种差别 从此以后流浪在妄想 流浪在妄觉 不肯回头 你再也不认 那叫做可怜 那叫做冤枉 但事实上你纵然不认 你这一念决心 也从来没有辜负于你啊 因为你在感受上面 体会的那种千叉 万别的种种差别 种种感觉 哪个不是决心现前的 你仔细思维 在那么多的种种 千叉万别的感觉当前 你是属于哪一个感觉 你若是真心思维 你就能够体会得出 你都不可能贸然说 我是属于哪种感觉 在你不会贸然说 我是属于哪种感觉上 你就念念就能够体会得出 有一个大觉的心体 就在感觉当前处 事实上 它是念念之间 超越感觉的亲民 但是就在这念念 超越一些感觉的亲民 现前处就是我们过去 妄认的种种感觉的幻觉 那叫相儿 那是一切幻象现前处 所以要是不知道 不肯回头去认识 你纵然是让你读尽 一切经典的庙语灵文 你却都把它当成 属他人家的财宝 他人家的宝藏 你身子于一 你天天都觉得 你在修行念佛诵经 那其实都是什么 念佛诵经 多天你误为 误以为的 种种妄想周遮而已 你都会以为 在诵经上面 或者是念佛当前 你能够得到一些 什么样心体之中 灵敏的感应 或者是 你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都还会以为 就有什么将来 会不同于世间 凡夫过去造作上面 有所谓的道家 真正开悟之说 但事实上 在这一念道家开悟 你还是抓着什么 你还是抓着 在感受的这个区块 你在期待开悟 期待道家嘛 你从来没有体会到 你觉得期待开悟 期待道家当前 它已然是绝耶 你站在绝体上 你就不会被 这一面期待所影响 你能够不被 种种期待所影响 这个人方便叫做开悟 叫做道家 但是你却还拿着 种种期待到家 为自己所期待 你为自己所期待 你永远都在背离 你永远都在暧昧 你的绝体 所以佛门之中 像华言经 之前在经文之中就讲 都是被绝观波涛 之所吞噬 你永远没有办法 离开这些绝观波涛 因为决心现前处 就是一切绝观波涛 就好像静体 现前处就是一切 静色的种种波涛 势力泛滥处 但是你将来明白时 一切静色的波涛 泛滥处 它就是镜子嘛 所以在这个道理上 就是镜子 这四个字 听起来简单 但是它要用多少行者的智慧 跟多少行者内心之中的决定心中 你才能安利的 就是镜子 但是就在镜子上面 你能够担当一切 静色的千变万化 你再看到千变万化时 你一样知道是镜子 你一样知道是镜子时 你何妨其千变万化呢 那千变万化 你还需要在千变万化上面说 我要懂得什么样的种种开悟 我还要在这边等待 什么叫做回头吗 你还有等待 你还有觉得开悟 就表示你还是站在 镜色的那个区块 你只要是站在镜色的那个区块 你就永远开不了悟了 你就永远背离大绝 所以经文才说 有两种世界 一个杂染 一个清静 菩萨要用大智慧 有大决定心 才能够于这二种世界 他真正才能有智慧 能够得过 能够超越 决心现前处 就是感受啊 感受一定是杂染 但你有没有体会过 你这个杂染的感受 它是出自于何处 假如它已经是出自于感受 杂染是出自于杂染 杂染 他根本不知道杂染 你为什么会有一些感受 你知道吗 你能够启程一切感受的 那一个决心 从来不是种种感受 它假如已经是某一种感受 你就不能够再知道任何感受了 所以那一念心 能够为你起身种种差别时 你若是真正发心 想要回头思维 你就能体会得到 之所以能够为你呈现种种差别 能够为你呈现的一定超越差别 这样你已经是差别 你怎么会知道差别呢 你已经是差别 你洗怒都不知 你叫木头 你为什么再洗 能够将来变化 又能够知怒 再怒成局变化 又能够知道种种洗 你为什么不断在上面轮回 能够想尽一切差别 你知道吗 是因为你能明白那些差别 那一念心 无始节来 从来不多差别 那就是清静 那就是佛性 那是你根本念念之间 从来不离的根本大华言之中的 本来的妙言 那叫佛华言 那是大觉形体的佛华言 可你不认 你坐在感受上 你站在感受上 然后抓着感受 随感受的种种的气氛 你只能向下沉沦 就好像在静体造出静色之时 你不认静体 因为你不认静体 那你只有随静色的势力 向下沉沦 为什么 因为能够现出 如是沉沦的作用 也是绝体的必然 什么叫必然 镜子造色之时 你要是在造色当下 你知道是静体 静色随其显境 静色的势力 都不叫过旧 但是就在造色当下 你忘记了是静体 本来它就能够 随静色显现的势力 却变成了你流浪生死的 当然 然后你在这个上面 随种种夜感 陈旧色身 随种种夜感 变化眼目 随种种感觉 从此以后 阻障心灵 然后就在这个上面 随它 生生死死 流浪逐去 将来你能够明白 这念绝体时呢 你只要稍微体会出 原来在一切感觉 现前处 有一念根本 不属于感觉的绝体 那个是一切感觉的 本来的根本 那是一切感觉 万法之母 因为感觉跟这个绝体 就在那一点上 因为绝体必定要绝 必定要绝时 所现的绝上 绝的向上 叫感觉 可是你抓着绝的 像上的感觉 着像说绝 从此以后 就流浪三界了 为什么说流浪三界 这一念绝心 非色非非色 可是它并一定 能够现出感觉来时 你就在这个 根本的亲民当下 你似乎第一个 就体会到 它根本超越 一切色中的亲近 叫无色 但是这个无色 它一定能够现色 才叫绝啊 所以那叫做色界 于是乎 谁感觉能够 现出种种形态 种种作用 叫色界 然后随种种形态 作用里面 就随着种种作用 又启成种种情直 妄想 视力 那叫欲界 然后在欲界当前 随着这个感受 永远沉沦 就叫三土 从此三土 你仔细思维 你每一念发心 不都是这样子吗 你现前的每一个念头 不都是如此如是吗 但是就在每一个 现前的念头 你都不发心 想要回头 所以那叫云云凡复啊 那叫可怜众生啊 想你在你现在 这每一个念头上面 你都能够开始 不断地念念之间 为了自己再也不甘心 自己流浪生死 再也不甘心 这一生之中 就不明不白地 将来随逐生死的夜流 不知道将来 要到何处去啊 你心中如果是有 这一念心中的痛苦 你就会在这一念之中 你就开始慢慢思维 能实验前的 每一个念头当前 哪个不是你 决体的亲民呢 你只要在念头当前 能够体会到 一点决体的亲民 这个人啊 就算他还未明心见性 将来再到人间天上 他都是贤能 你在感觉之前 能够体会到 一点决体的亲民 这个绝对 再也不随感受的 势力流转 因为他不随感受的 势力流转 纵然没有开悟 他将来再生啊 都是人间天上 绝对不是三途嘛 但是你要是 在感受当前 你连一点 决体的感觉 决体的作用 你一点道理都不明白 保证你一定是 随着感觉的沉沦的 今天有点福报 感觉上似乎叫轻微 叫清闲 但是清闲也是福报 你根本不是 心中的智慧能力啊 将来清闲 若是没有时 你就跺在这种感受里 因为过去 随着清闲之时 你也是抓着清闲 说清闲 将来清闲的福报 没时 你就抓着着重 说着重 那都是过去 同等一样的夜里 当你抓着着重 说着重时 你就是三途了 所以不要等到 你闭眼睛 你就知道 你将来会到哪里去了 你在每一个 起心动念里面 你大概都能够算得出来 你将来投往的世界 所以你能够明白那一念事 纵然没有明心见性 没有开悟 但是在每个念头当前 你已然知道 都有觉体的存在 这个人 他一定 我执啊 就能够轻微 为什么 因为他觉我 觉我的那个觉 都叫念头 他已经在一切念头 都体会是觉 所以他在觉我当下 他都不会堕我 他可以认其念头 起成种种我想 我像 但是认其起成 我想我像 他居然都住在觉中 看如是念 这个人叫 已出我执 我执都出了 生死了 你觉得死 觉得病苦 那都是感觉嘛 你在这一生中 若是感觉都能够淡薄的人 将来献病苦 献死苦当前 他都不会影响你的心智 因为他不影响你的心智 你自然就知道 这一起果报 若灭之时 你将到何处去 为什么 因为过去讲心理学 大家都知道 你若是真正牢牢地 抓在某一种感受 一种方向上 你只认这种感受 这种方向 那当然除此之外的 一切感受 一切方向 你就一定茫然不知嘛 你不但茫然不知 你还会被这种感受 这种方向 从此以后被他束缚到 一定堕在鱼齿 为止 只要在这种感受 若是淡薄时 其他的感受 你就自然能够明白 为什么自然能明白 因为决性就是如是故 佛性就是如是故 所以你要不被生死 怂怂的感受 所遮障之时 到时你自然就知道 我将往何去 当你明白自己 将往何处去时 你还觉得 躺在那边要死的是你吗 你自己知道 你将往将来 要投往何处去时 你还觉得 你还有死吗 所以世间上的善人 还不是修心的人 他只是一些 善法依耻的人 他自然到临往生时 能够交代后世 还能够跟儿女讲 我已经感觉到 我要生到哪种天上 或者种种祥和的地方 一般的世间的善行 都还有类似心中 亲民的作用 何况你真正是修心的人 修这一念心 就不躲在感受的着重中 你只要不躲在 感受的着重中 叫做断一切恶 因为过去你为什么 会躲在感受之中 不断造恶 你知道吗 因为你已经背离绝体了 你只要背离绝体 感受现前处 就是种种望直 我直的种种束缚处 你在那个上面 想要断恶都不可能 就好像在禁色之前 你忘记是禁体 禁色就是种种 隆隆的束缚 你在这个上面 想要断掉我直 断掉我想 我直都断不掉 你当然不允许别人 再破坏一点你的感受 如果是别人 破坏一点你的感受 你就不许 你就必须要 必须要破坏于他 想要先要消灭于他 于是众生的业力 就是这样子起来的 但是这么样强烈的 彼此伤害的业力 你只要知道是绝呢 一些恶业自然断 你只要知道是绝呢 因为站在决心上 黑他一定照黑 白他一定照白 你不必刻意去阻断他 你也不必刻意遮掌他 随他因缘现前处 他就能够随种种因缘 随种种缘起 他一定能够成就 成所作 一定能够成其所作 这叫修一切善 因为善者能也 你知道是进体时 你就任其千变万化 但是这个任其千变万化处 绝对不是随千变万化 沉沦流浪处 那个是大自在 有的人就以为任其千变万化 所以现在刻意造作于 种种流转 这个叫做磨 这个叫鱼痴 这个叫做地狱 阿比众生 而是说你真正站在进体 你当然随进色千变万化 但你随进色千变万化时 你还真的有进色 让你流转吗 当然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它是进体 你若是随决心先前处 依旧随感觉千变万化 但是随感觉千变万化时 你还会随感受沉沦吗 不会啊 因为在这个上面 连我只是觉得有我 你都知道 那个觉中的亲近 何况你还会随感受流转 所以没有这样子思维过的人 或许你听 我这样子讲 你会觉得茫然 你会觉得很难听得懂 但是事实上 每一本经书里面 都叫你这样子思维 都叫你这样子下手啊 你能够体会这一念心时 你在这个觉体上面 纵然你还没有完全正德 但是你已经看得到 你心中的两种世界了 一个是随缘感受一定的 缘起的杂染 那个是黑就现黑 白就现白 它已经砸着黑线 砸着白线的杂染 但是就在这个杂染当前 你已经知道 能知道这个杂染的 永远不是杂染 它是同时现前的 你能够体会到 那一念决心的同时现前 你心中啊 已经懂得华言经中的文字了 其他前面因为啊 你们在诵的时候 我没来 很难假借经文呢 跟大家解释 但今天所送的经文 大家应该都能够读得到 每一卷经都有一句 解脱乐问金刚藏 你刚刚都知道有二世界 那你不知道解脱乐菩萨 跟金刚藏菩萨 就是你那一念大决心体 现出的种种信德作用吗 你明白那一念决心 而不堕在任何杂染处时 那就是金刚藏 在一切感受的杂染 现前处 哪个不是你根本 大决心体 根本不能够被败坏 也根本无所坏的 根本的金刚 它是念念随种种 感受现前处的宝藏 它也是在一切感受 现前时 它的福藏 为什么叫福藏 因为感受现前时 这一念决心就隐 为什么感受现前时 这一念决心就隐藏呢 因为感受跟决心 根本就是一点 那个一点上 它当然就隐藏了 因为具体都做感觉 假如在感受现前处 还有一个决心 那就自始至终就是二 既然是二 那就不叫一心 那是根本不坏的福藏 为什么不坏 因为决心 因为决心决的好 决的坏都是决 决可以现坏 但决它永远不被坏所坏 因为坏都是决显的 它是金刚 决可以现身现死 决现身决死决 但是身决死决 不能够坏了决 要是身决死决 坏了决 谁觉得身死 身决死决 所以那是金刚 但是就在这个金刚上面 你已经体会 它一定能够随缘现前 但是随缘现前时 你已经不是过去 在缘起当下 一定沉沦地流转 你是在随缘现前处 你已经体会 那根本念念不多的 心中的清凉 跟心中的大明 那叫解脱月 所以解这个字叫释出 释出就是释子 我们释迦摩尼佛 释子的这个释 释出像叫解 脱叫无福 一切感受现前 都是大觉释出 但是释出当前 你知道释觉就无福 你不知道释觉就流转 所以那个月亮 永远站在哪里 那个月亮 永远高挂在黑夜 它是处于暗夜 它却让你明白 什么叫暗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过去若是在黑夜之中 若是没有月光 没有一点余光之时 晚上乌漆抹黑 你看到黑中 连黑你都不知道黑 为什么 因为眼前一片无黑 连黑你都不知道黑 就好像感受 你躲在感受当前 若是心中没有一点智光 感受你都不知道感受 虽然你以为你都是活在感受 你都活在感受 你是当局者迷 你都是败坏感受的人 但是你若是有点智慧 知道如是决心的道理 就好像那个月亮高挂在黑夜 你在黑夜之时 它虽然是在黑夜之中 高挂在虚空 但是它却让你什么 明白黑夜 你眼前可以看一切黑 你还明白这叫黑夜 不是吗 你居然可以看到黑 你看到黑时 你就不是黑了 所以将来在感受之中 你说是有一点智慧 你就可以看到 过去感受的暗障 你明白那个暗障时 你已经不是暗障了 所以那叫解脱月 这两种智慧 它是同时限起的 你只要知道是决体时 你就会发现在你心底深处 就有两种智慧 两种声音 不断地在你心底深处 这样子念念焦光 这样子念念 问你不断地询问 问什么 问你毗奴哲那 本来的法神妙性 但是它是在哪里问 解脱月是在金刚藏前问 为什么在金刚藏前问 因为解脱月现前处 就是大绝的服藏处 你只要在一切感受的 现前处去问你 大绝的服藏 你不必一定要大绝 现出形态 但你知道它的服藏 那叫金刚藏 你明白一切感受 现前处 其实都有大绝的 根本的服藏 在你当下 这个人这念心中 就叫解脱月问 金刚藏 你若是真的能够在心中 看到如实的声音 不断为你自己询问 解脱月问 金刚藏 这个人在一切感受 现前处 他就能够起承智慧 就能够起承担当 就能够起承运载 就能够起承心中 智光的呵护 跟富载 这叫入地 那就登地 那种智慧 就叫登地 所以这是在 实 地之中 为你说的解脱月 跟金刚藏 所以将来 你在心中是怎么问 将来心中 虽然我们现在 你说法师 那可能是 法身大事的事吧 不是我们现在 才最初听闻以后 我们马上就在心中 能够找到这样的作用吗 其实你错了 法身大事啊 没有离开你那一念 你要是念念 跟如是法相应 那叫跟法身相应 你念念跟这个法身气会 念念从身转手 你就叫供养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不是一个形态 不是他方世界的佛国菩萨 也不是他方世界的 种种智慧圣贤 而是你内念心中 你愿意跟如是法相应 叫做供养法身 因为他就叫法身大事 所以你只要跟他相应时 他就在你心底深处 转起法轮 启程大事 大事 事是什么意思 事就是智慧跟作用 叫适用现前 假如你不是这样的思维 你把法身大事 当作他方世界的诸佛菩萨 您这叫亵渎法身 亵渎大事 你一辈子在你心中 找不到法身大事 你永远备离法身大事 你永远不知道 供养法身大事 所以你只要有一念念念之间 已然懂得才会念念回光 你心中就可以体会有两种声音 已经在念你 为你不断地 自己的智慧在这边 不断地反复地寻达了 这是我的感觉吗 那我的感觉现前不是绝吗 所以当你知道是绝食 似乎就在你心体深处 在决心的体上就告诉你 它就是决心之中 随缘地服藏啊 它就是这样子一问一答 等到你熟食 就是金刚藏 最初你体会到金刚藏 跟解脱月时 你心中 已然念念之间 肯于如是思维时 你就是实性 第一性 初性现前来 所以既然是五十位的法身大事 其实你随举一位 它都能够让你 从最基础开始 气成掌扬 为什么能如是 因为这五十位的法身大事 五十二位 法身大事 都是你那一心的根本 大觉体中的作用 所以你不用怀疑 这好像是法身大事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只问你当下 你愿不愿意去体会 假如你愿意去体会时 你就在每一个念头 将来每一个念头起初 你不管是觉得好 觉得坏 觉得这个念头是烦恼 或是势力再强 不管它现出什么相识 你都会有一念 其实它是绝的 这个声音现前 当你在一切念头的感受 再强烈出 你都能够有一念声音 告诉自己 其实它同体是绝 你已经超越感受的势力了 你已经不同凡夫了 等到你心中的智慧转熟 你就能够跳出 最初分的烦恼了 那烦恼最粗着的势力了 不让你以为 在哪里跳出烦恼 所以你能够在这个作用上面 开始思维时 这也是每一卷华言经中 教授大家送华言字母时 这个唱法 音韵就是如此 华言字母你不要以为 它就唱那几个字母 那个音韵 那个音韵不可思议 任何法界之中 都有不同的韵味 恶人 为什么起心动念 都是恶念 因为他心中的韵种 因韵的韵 韵种不同 为什么善人 同样的世界 同样的因缘里面 善人却起身种种善念 因为他心底深处 因韵种子不同 四字二字里面的 那是根本的法身的因韵 你不要想要解释那个因韵 你常常去称畅如是韵 将来你一样看到这个世界 看山看水 居然你体会的不同凡夫 你要相信如是韵 但是这个韵中 也有它 在你最初要去 成唱如是韵时 去学习如是因韵时 它有一定的修法 什么修法 就跟刚刚讲的解脱乐 跟金刚藏一样 就跟刚刚讲的 有二世界 一处杂染 一处亲近一样 你要念你之间 明白现前的作用 那一处是杂染 一处是亲近 你要如何起成智慧 能得过如是两种世界 超越如是两种世界 你要看到你根本心中的智慧 能念念为你起成解脱乐 问金刚藏 金刚藏答解脱乐的 种种妙性对答 妙性中的对答 所以它在哪里说 在你平常的日常生活 甚至于修行上面 都是如是下手 所以你来唱一个华言字母 华言字母第一个字叫做阿 那个叫做阿 那个阿字是华言字母的字首 那是一切法的根本 一切法没有离开过阿字中流出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阿字 那一排背下来就行了 阿 安 恩 翁 乌 阿 阿 伊 印 安 音 安 欧 阿 把它背下来 其他的任何一切字 比如刚刚你们这一页 可以先翻到后面多页 四九六 要唱到那个婆字呢 婆字 你要先发婆的音 婆 然后再发阿 婆 它能让你唱这个音韵时 你都要知道 婆是随缘的变化 但是任何随缘的变化 你不能不回到阿字中来 所以它是婆 你连唱华言字母时 你都要这样子去思维 你前面要担当它 金刚藏随缘时 所现的一切作用 婆 后面你要知道 解脱乐在一切作用当下 回头问金刚藏的作用 婆 所以它是这样子发音 然后下面呢 下面这样 阿字的后面的衍生音 那你都要这样子发 从婆字的母音婆字 然后变成阿字的主 子音 昂字 就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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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唱 你在最初唱的时候 你都要这样子观的 出去以后 你要懂得回来 你前面要知道 那个根本就是决心出去的音韵 音韵 现前处 你要懂得回来 将来你就会习惯 在每个念头 出去当前 你就懂得回来 这叫华言字母 不可思议 所以在一切感受 现前处是什么 是什么地方 那叫他画 你明明是决心 随缘 现前处 仔细思维 那是根本的 化他的作用 因为随缘 化他嘛 但是根本就是 一体之决心啊 所以正当他 化他之时 他当下就变成 他画 什么叫他画 就好像镜子 现黑之时 明明是镜体 随缘化黑之时 但是化黑当下 就是镜子啊 所以化黑当下 马上就会变成 黑化 黑的化 要是不能 起成黑的变化 你也不叫镜子 你就破坏镜子 所以刚刚叫大家 翻到的四百九十五页 你要知道 到了大圣佛法 讲到实地时啊 他不必再跟你说 化他了 他直接叫你 直下担当他画 你要敢在 一切他画之中 你不要说超越 懂得化他 因为化他 当前就是他画 因为你只要是 你若是只知道 化他 你不明白 他画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暗美 那叫断灭 你若是只知道 他画 不知道化他 这个人叫做流转 什么时候 你就在他画当前 你能够得大自在 你是在他画当前 在一切种种变化当前 你已然常驻真心 那叫实地 所以那叫高深他画 你在看到高深他画时 过去你说他画 自在天 自在天空 自在天空 是三界 将来就在这个三界体上 这就是你根本 不跺三界的 本来的 匹奴哲纳 就类似 静体 现出静色来时 你站在静色的区块 是三界 可是哪一个静色的 这一个点上 不都是你静体的原名吗 它是根本超越静色的七名 所以那叫高深他画 自在天空 为什么叫自在天空 你过去看错时 是一切世界的感觉 将来你看对时 就是你决心 能够称量的种种 一大的现前 所以我常常讲 那个天字叫一 叫大 什么叫一大 随你所缘 一切变化 从来不会是二 绝黑绝白 再黑再白 你好像以为是二 但是再绝黑绝白的绝 从来不是二 要是没有这个绝 你怎么有黑绝白绝呢 这样你一定要说它是二 你没有这个 从来不是二的绝 也没有黑绝白绝 这二从哪里来 你不知道 这黑绝白绝的二绝 其实都是从根本 一绝中现前 所以你不明白那个一 你也就不会知道 那个二 因为你要剁在二中 断灭了一 你就断灭了二 你要明白那个一 你就能担当二 就好像你在静体之前 你明白静子 是超越一切 清黄治白 你知道它超越 一切清黄治白的一 你就能担当 它随缘现前的 清黄治白 这是汉传佛教 大圣佛法的逻辑 所以那叫自在天宫 所以话头上面 是讲自在天宫 但不是叫你看着三界 它是告诉你 再看三界 哪个不是你实地的根本 实地菩萨的担当 所以自在天宫 摩西首罗 都是实地菩萨座 什么叫摩西首罗 是实地菩萨座 你过去看到世间 摩西首罗是魔王 然后你看到觉体 能现一切变化的是 实地菩萨 你看错了 是魔王 你看对了 就是你决心的大照 连现在的一切世间的感觉 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觉得你在这个世间吗 你看错了 你觉得你在这个世间上 你都不自在啊 你还被这个世间所束缚 还被这个世间所茫然 将来你明白决心时 你不知道这个现在的世间吗 你明白 任其你明白 当下你都超越一切世间了 所以你的决心 不会离开现在的世间之中 而建立的 但是你的世界 也不会离开决心建立 那为什么你却从此以后 背离决心 然后忘直于世界 从此以后流浪神死吗 或许大家在想 那我不忘直来法师 我这个皮狼就不死了吗 我这个皮狼就不必 神灭了吗 这个就可以听得出来 你在这个言音上面 你根本已经 跺在所觉上面 所起的言音上面 声音上面 已经执受太深了 你觉得我这个皮狼 难道就不死了吗 这一句话 你要真正知道是绝 你这一念都不会迷惑你 你自己起的声音 都不会迷惑你 那叫内言经上讲的 自信不取自信 根本就没有换法安利 这个人叫大自在 所以你连这个 难道我这个皮狼就不死了 不断灭吗 这一念都不迷惑你 将来决心朗朗现前 就是我讲的 连这个皮狼泄 这个皮狼换 你都明白 因为你都知道 因为这个皮狼是随缘的 随缘一定会有什么 原生到原老 原坏到原灭 你何必要让 因缘不坏不灭了 想你站在决体 你根本不会要 让因缘不坏不灭 你要不站在决体 你就会担心 你现在所执着的因缘 什么时候要坏 什么时候要灭 就好像在禁色之前 你若是知道是禁体 你根本不必担心禁色 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灭 因为你知道 生灭是必然 因为你守的是禁体 禁你站在禁体上 你根本不生不灭 你可以看尽一切 生灭处 就是你不生不灭的 大智慧现前处 可你忘记禁体了 你当然忧心于 禁色什么时候生 又何时要灭呢 灭了以后 又到哪里生呢 从这个声音上面 就可以体会得出来 你有多少念头 已经被这种 所知所觉的音声 绝观波涛 之所吞噬 你念念之间 不肯回头 念念之间 不肯绝照 不肯察觉 所以你要是 连你每一个感觉之中 像刚刚讲的 华言字母 每一个感受 都能够启程 知道它是一切法 根本大总词的阿字 知道它是一切法 根本不生的阿字 所以你连那句话 我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灭啊 我难道不生 那难道 我也会争得不灭吗 连这种声音啊 你都会回到 你心中的阿字门中来 刚开始学啊 你会很茫然 但是你是佛性 佛性是什么意思 佛性就是觉性 我们叫做 世门世子 所以世子应该是 最能够体会 觉性跟佛性的 觉性你不必担心它 只问你学不学 你只要是学 觉性它就有办法 从身转收 你只要是学 觉性它就有办法 从小根 而中根 而后大根 因为觉性就是如此 假如你说 我怀疑 我不能呢 我智慧能力有限的 你以为 你就不会了 所以说觉性 就没有这种作用吗 错了 觉性它一样 老老实实地供养你 从你那个 我不能呢 它也从你最初 感觉的我不能 变成中量级的 我不能 然后变成高量级的 我不能 然后你就被死定 我不能 从小而终 从中而大 决心从来没有亏负你啊 你不是不能吗 它永远都是 问你这样张扬的 所以你明白 这个决心时 你就不会怕 只怕你 熏不熏习嘛 所以当你要明白 原来这个 决体的作用时 你连称一句 阿弥陀佛 你心中的思维 都不是过去的思维 因为你就会更好 要阿弥陀佛 因为你知道 你念念愿意 向佛的一切 诸佛菩萨的圣名中 去跟它相应 你也知道 这个决心之中 你若是赤诚恳切 称恋如是名 它这个名中 在你心中 就能够启程 如是接引 如是心中的潜移默化 那个是真接引 但你要是不知道道理时 你念一句佛号 就是刚刚讲的 念佛诵经啊 却都误作妄想周遮 你还以为 他方世界 有一个大慈大悲的力量 能够拔记你 那叫接引 你越这样子想 你就越等着 一个大手来帮助你 你越等着 大手来接引你 你就永远 就不是那只大手 你永远就不是那只大手 那怎么叫接引呢 那不叫接引嘛 就算你有今生有幸 或者你在幻觉之中 你感觉到好像 真的阿弥陀佛 伸出垂下双手 你手跟阿弥陀佛 两手相接 你只要接一次 你就自度众生向一次 你就永远就以为 就是阿弥陀佛 能够接走你 那个叫做接引嘛 那个叫做 暗昧接引法门啊 佛门中的讲的接引 那念念之间 都要跟佛性相应 那跟你的大觉心性相应 每一个文字 每一个名下 都要跟自信消归 都要消融啊 所以那个接引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是绝石 你看到大山 你心中就能够 启程大山的绝招 接引 你看到大水 你心中就应该有 大水的智慧 接引 假如你说 我看到大山 我等待大山来接引我 你这叫断灭接引 将来你活在任何世界 不要说圣人不来接你 你看到大山 你反而自觉卑微 你看到大水 你会自觉 自己觉得心中惭愧 你反而变成 不欲活在世间 那世界的种种感受 它只能伤害你 懂得接引的人 是在心底深处 是一个觉醒者 是一个世子 是一个世门弟子 念念已然知道 觉醒的必然 所以他号要称念佛名 因为知道 觉醒就是如是故 我只要至诚肯解 念如是觉 所以这句佛号 在将来在心中 心水当前就有一切 圣人名号 所起的一切绝招 若不是这种绝招 若是变成那种 唯唯曲曲等待 求所 我宁愿跺在地狱 我都不要 这种人发的 就是真发接引的心 这是真懂得接引法门 这种人将来 就算今生没去西方 将来生生世世 活到世间 世间 所有一切山河大地 山川草木 都成接引 这个接引换作 另一句话就叫做 它都能够作为你的 潜移默化 为什么那叫接引 因为决心如是故 为什么能够潜移默化 因为佛性就是如此 所以你明白 这个决心时 你明白原来是 念念之间要看到 如是心底 那一念本来 就在感受当前 有一念根本 从来不多的清明 但是在这一念 清明当下 其实就是感受 这永远不是二 于是乎在这个 根本不是二的 这种二种感觉之中 你要起大智慧 你要起大担当 你才能够超越 所以这叫二世界 一个杂染 一个清净 你要有智慧 才能够得过 你要不然 不是剁在清净 就是剁在杂染 因为你就不知道 佛华言 所以你明白 华言经中的道理 你连一句佛号 它都能够为你 倒归极乐 你若不明白 华言经的道理 你看现在有多少人 称联佛名 最后就变成 阿弥陀佛 其实换在西方 就叫基督耶稣 其实差不多 只是换一个名字 叫基督耶稣而已 现在看看 有多少人 念阿弥陀佛 都是期待 往生的时候 有种种三圣像来接 那种卑微可怜 能够把一个根本心性之中 以决硬决的大教 讲成那种卑微 众生的期待 启蒙 假如是这种叫大教 那阿弥陀佛就不慈悲 他干嘛折磨众生到如此 他才能够现象皆宜 但你不知道大教就是如此 你是知道是决心时 你成年一句圣人的名号 他在你心中 就能够掌养一句 圣人的庄严 这叫以决应决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这名号的不可思议 这圣人名字的 真正的大慈大碑 所以那个大慈叫滋心 当下就是耳心 那个大碑叫飞心 那个碑叫飞心 什么飞 他飞一切众生 种种烦心 他就救你当前的种种心 但是他能够超越你 现在的一切烦情 那叫大慈大悲 所以他才是真正 敏众生的地方 你不要说阿弥陀佛 敏不敏众生 你自己在这句佛号上面 你都能够体会 现在随你现前的一切感受 一切感受的随缘变化 那个就叫众生嘛 过去站在一切众生 随缘的感受变化当前 你一定随它去堕落流转 将来在你自心所起的 一切感受 也就是众生现前处 你居然都能够 让每一个感受 都知道有决心的存在 都叫回光 你当下每一个念头之中 都有敏众生的作用 你当然你就知道 这一句佛号 它能够拔击一切众生 因为之所以我们叫众生 是因为我们不认这个绝名嘛 我们都跺在众生的业感上面流转 什么叫众生的业感 就像刚刚讲的 有两个世界 一个叫杂染 一个叫亲近 你只认杂染 那叫众生业感 你只认杂染的众生业感 你当然心底现前的 就是众生业力 所以因为你随着 它现成的众生业力 所以我们就叫做 名字叫众生 于是我们就立名叫众生 但是我们立名叫众生时 你叫可怜叫冤枉 你就在你这个名字 众生向上 你将来明白这个决体时 你就能处理啊 你为什么能处理 因为你是众生时 当下那一念决心 也从来不沉沦 假如你是众生时 那一念决心已然沉沦 你将来也不可能 能够出得了 跳得出众生业力 这叫华言 或许这种议论啊 拉拉扎扎 跟大家谈了这么多 当然我也看到 很多人大概都已经 听得瞳孔放大 但是这种声音 这种音调 若是大家再不听 若是大家再不去研究 汉传佛教 大乘佛法 也就沦没了 沉没了 那再也就不是什么 不是真正拔击众生的法门 那个不是当下 就在每个念头 看到你根本 大决心 念念 供养十方诸佛的当下呀 你若是真的能够 在如是念头上去体会 哪一个念头就是刚刚讲的 众生向 现前处 不都是觉呢 过去你看到那个众生向 现前处 你叫他叫众生 就好像镜子现色之时 你叫他叫镜色 但是将来你都会体会 哪一个镜色不都是镜体呢 所以你再看到镜色 现前处 也就是再看到 一切感觉现前处 你再也不叫流转的 你叫什么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所以弥陀经讲的 每当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鲜花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就是现在讲的 金刚藏与解脱月 就是你懂得佛华言开始 什么叫清淡 就每一个感觉现前处 你不要剁在感觉的最末梢 末梢那叫暗障 最初现出感觉时 那都叫清淡 那个感受现前的大照 叫做日 他永远不离开过 那个一叫淡 那个永远不剁在 虽然他能够随缘 现种种感觉 但是你不能说 他已然成染 他还没成染 所以叫清 你每一个念头的清淡 你都念你之间知道 你要在决心上体会 那叫各以一格 为什么是一格 因为这一念决心上体会的 这一念心 是行者念念身上批的 心体上批的法福 那是你念念之间 不能够逾越的 心中的准神 所以那个格字怎么写 格字从一 从戒 格字啊 一格 你们念阿弥陀经知道吗 各以一格 一字格字怎么写 从一 从戒 那是你的根本的准神 沉重鲜华 你就要在这里 开始掌养 鲜华是开发项 所以你不要怕你不会 只怕你学不学 你不要怕你将来不成就 只问你愿不愿 供养鲜华呀 你老是怕 你就是按仗华开嘛 按自己去埋没了你的鲜华 各以一格 沉重鲜华 你就在一切过去你以为的 众向众生现前处 你已经变成 都是个别在供养 十方 一切诸佛 哪个不是佛 所以你明白时 你将来在一切感觉 一样现啊 但是感觉现实 你都知道是绝啊 一体 通体是绝 那也是古德开悟时候的 所说的文字啊 所以你站在这个供养 十方诸佛时 即以时时 还归本处 在什么时候看到 回到本处 其实供养就是当下 那你什么时候 才说归本处了 你说这一面心的 念念摄取处 念念摄养处 你只要去看到 这一面的念念摄取处 你就感觉到 好像有一个本位 但是事实上 这个摄取处 现前都在 他方十万诸佛上 但你要说摄取相识 就回归本位 就叫 即以时时 还归本处 时时 就是摄取 就是你当下 发心的地方 所以不是那种 即以时时 就是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 要吃饭了 一打板 大家 于是乎啊 就匆匆忙忙 回来吃饭了 你讲天方夜谭 每天过得好快乐 你讲的是童话故事 没有一段文字 你能够离开自信消融的 所以能够这样子做 能够这样子体会 你就已经明白 什么叫无量光了嘛 什么叫无量光 哪一个感受不是诸佛 都叫无量光啊 你在无量光中 何必一定要 埋没了种种差别的名字呢 只是这个差别的名字 叫做十万一佛了而已 可你不认这个无量光呢 你就只有 堕在任何感受 而不得自在 所以也就是 回头就是说 你要是不认你 心中经历觉体 你也看不到 那两种世界 你要不知道 那两种世界 你也看不到 你心中的两种声音 一约金刚藏 二约解脱月 你要看不到 如是菩萨的两种声音 你永远都是凡夫啊 你永远都是凡夫 用你那卑微的心态 用你那可怜的心态 你想要念一个佛名 拔记就记你这一念卑微 你光起的那一念心 不要讲佛法 讲心理学都知道 你用这一念心中 所念的佛 想要得到的祈求 它只有加深 你这一念 更委屈的事例 这是心理学 它觉得没有办法 没有半点 让你觉得有超出的感觉 没有那种高深 他话的高深二字 这是今天呢 跟大家所随缘的 做的开始 或许太复杂 但是这也是世子的责任 愿大家自己回去以后好好体会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愿以此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佛弥陀佛 ども不许 it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